徐里安医师特过讲座 希望能够让大众正式生死的课题 从出生到老史 这原本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所有生物都逃不过 人类当然不能例外 徐里安医师长期在台湾全省举办讲座 希望推广大家能够正式死亡的观念 我觉得是要改变一整个世代的观念 至少要30年的时间 所以不可能说一次的演讲 就可以改变大家的想法 而是怎么样透过社会交易 例如说电视台愿意采访这样的新闻 然后让更多的听众跟观众看见 然后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们在生死学里面讲到就是 那个是有一个顺序 比较从最不敏感的他死 就是和我无关的他人的时候 电视新闻里面有一堆人 每天都有人死掉 但是你好像看电视新闻不在意 那第二关叫你死 就是有一天会是 跟我有关的亲人的死亡 那我说电视新闻如果死的是 我认识的人我就会很难过 那最后一关是我死 就是有一天我必须面对自己 要离开这个人间 死亡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 我们对死亡无能为力 唯一可以决定的是 在死亡来临之前 现在可以怎样活着 可以活得与众不同 以自己的生命态度 走完人生的路 十方新闻怪文 甘许建议高崇采访报道